社区影响罩若是推广有成 就能够有效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 竹山镇桂林里的桂林社区 为了要美化社区关怀据点旁的挡土墙 特别争取经费 将以桂林里的特色猫头鹰 作为主题进行彩绘 从竹山市区要进来这个路上的时候 因为这边生态非常的丰富 所以在路上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猫头鹰 然后我就跟长者说 我都去读到那个暗公教 他说那不是暗公教 那是鸟桃骨 然后我们在跟长辈有一些互动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桂林里以前非常非常的猫头鹰 所以我们想要利用这一次的一点点经费 然后来美化我们这一面挡土墙 然后把我们的桂林黄金贵族 然后把我们的鸟桃骨一起放到墙面上 然后做一个绿美化 感谢在地的规划师我们王静兴老师 为我们社区争取到一个计划案 将我们社区旁边的那个挡土墙 来设计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彩绘 然后提供给所有社区的长辈 都能够有一个参与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成就感 最主要是说让所有的长辈都能够手脑并用 然后减少那种老人痴呆的这种情况 那让每一个长辈都能够来到这里 很开心的去完成这个作品 因为担心让长辈直接在墙面上进行彩绘 没有办法完美的呈现图案 所以让长辈先用蜡笔来临摹各式的图案 增加他们的画图经验 也让他们可以动手又动脑 延缓失智的情况发生 长辈希望未来这一片彩绘墙完成之后 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亮点 桂林社区现在可以美化了 做一个挡土墙里面 画一个猫头鹰 我听到这个消息好高兴 因为为什么增加社区的色彩 我们每天每个星期二早上都很高兴的心 来这边有老师的教导 这边图画彩画 这个各种花木的颜色 以后可以搭配我们猫头鹰 那个挡土墙的使用 会更加美丽 所以抱着一个很高兴 又希望以后 更桂林里的社区更加的发达 希望外面的观光客也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来这边很高兴老师给我们指导 我给我智慧生长 还有老师给我们得到一些经验 很开心 还有画图 还有美劳 还有做运动 期待我们自己做的作品 可以看到自己的成就感 有在进步吗 放在那边 大家可以观赏 还有我们会很开心 桂林社区预计将在一月份正式采绘 阿公阿嬷知道有机会 可以为社区尽一份心力 都感到很有成就感 桂林社区发展协会 也邀请大家 有空的时候来社区走走看看 欣赏老宝贝们一同完成的采绘墙 记者上清福祖山镇采访报道